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三百八十集 意外之变 上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稍微有些担心 两人这么跟去会不会有危险 子役 徐某瑶呢 黑影他们去跟了 刚才像是回木方园的方向 那我们怎么办 真的等明天在胡心亭 回那个幕后 公孙话没说完 赵普突然把他往后一拽 公孙一个猎妾 赵普刚才有些心急 力气用大了点 听公孙叫起来赶紧一松手 公孙仰着就要摔倒了 赵普又赶紧接住 与此同时 展昭和白玉堂往后撤了一步 他俩就听到上方有声音传来 似乎什么东西正砸下来 同时传来阴侯的声音 啊 抱歉 话音一落 一个人重重地摔在了众人眼前 展昭等人一皱眉 就见摔下来的正是孟青 被点了穴道 摔在地上动弹不得 众人愣了愣 下意识一起仰着脸望天 就见阴侯扛着一个人也跟了下来 是受了伤的獠牙王 将獠牙王放到了地上 公孙赶紧过去检查 皱了皱眉 他受了很重的内伤 阴侯点了点头 这时天尊从上边落了下来 手里提这个人 让那人跑了就逮着个小丫头 说着 将手里的人往孟青身边一推 就见被天尊抓回来的是 徐梦瑶 这么巧 几个影卫正回来禀报赵普 说徐梦瑶跟丢了 没想到一眼看到了 摔在一旁的徐梦瑶 几个影卫也愣住了 赵普瞄了他们一眼 你们也不给我争点气 几个影卫默站一旁 心说殷侯和天尊都动手了 自然没他们表现的机会 现在众人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殷侯见展昭还一脸困惑 就伸手拍了拍他 怎么可能任凭人欺负到魔宫头上来 我的人自然是我自己去救 展昭叹气 也是 他外公是什么人呢 这也就是现在年纪大了 好性不好动了 想当年那可是叫人 闻风丧胆的存在 孟青和徐梦瑶不能动他 摔在地上看着众人 莫须和红酒娘他们都到了 包大人和庞太师也带着人赶来了 莫须看到孟昏伤重 就过去问公孙情况 公孙给獠牙王施针 说情况不妙 让众人赶紧将孟昏 抬回斩府 他要仔细诊治 于是众人将孟昏送到了战府 赵普也要赶回去 天尊却拽着他 还有人没抓回来呢 人数太多 我们就不敌力回来了 我认的路带你们去 还有些什么人 都是原来金鼎山的 那个金鼎教主和假蛤蟆都在 赵普赶紧让欧阳少征和龙桥 广随天尊去 将那些人都抓回来 单说跟着众人回到斩府的 斩昭和白玉堂 有些不解地问殷侯情况 原来殷侯和天尊早就计划好跟踪孟昕 所谓夜长梦多 一定要尽快找到孟昆 抓住孟昕 查出幕后指使 然而他们追到的时候 只抓住了孟昕和徐孟瑶 以及一众原金鼎山的乌河之众 还有很多诡异的窑炉 传说中那位神秘的幕后人 却是始终不见踪影 展昭和白玉堂站在一旁 觉得还挺惭愧 不会水的他俩关键时刻没帮上忙 还是得靠天尊和殷侯 小四子出来帮公孙传药房 让尹卫们赶紧去药房买药 小四子情况怎么样 情况不妙啊 爹爹说内脏受到损伤 然后治疗得太晚了 殷侯皱了皱眉 莫须刚想冲孟昕走过去 孟昕他爹已经到了 正好听到气得一巴掌扇过去 拽着自家儿子的衣领子 你是人吗 你怎么害你爷爷 孟昕面无表情地被他爹晃着 随后冷笑了一声 哼 你们还想骗我 孟父愣了愣 皱眉看着孟昕身后 孟昕几个兄长也都面面相觑 我根本不是你生的 不是吗 孟昕面有含义 孟父惊讶地看着孟昕 展昭好奇地看鹰猴 孟昕竟然不是亲生的 鹰猴眨眨眼 一送肩 表示他也不清楚了 众人更疑惑了 你们都不知道吧 不如去问问獠牙王 我究竟是怎么来的 若不是他 我也不会像如今这么平庸 众人都看孟昕的爹 只见他此时也是脸色煞白 展昭又看了墨须和红九娘 红九娘更是一头雾水 蓝狐狸也奇怪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呢 你娘大肚子我们都知道的呀 有了你之后 我们还白酒庆祝了呢 你们都被骗了 孟昕冷笑了一声 看了看展昭 又看了看白玉堂 如今 我既然成了阶下囚 也无话可说 不过无所谓 有一点你说错了 我不是奴 而是主 虽然不是正主 但我不是替人办事 而是替自己 没办法 你还有用 只好留你一命 可惜 我看不到你生不如死的结局 展昭皱眉 火往上撞 想走过去 却被白玉堂拽住 那意思是 让他别上火 阴侯也很困惑 孟昕不是獠牙王亲孙子 那为何獠牙王当年 要让儿媳妇 装成怀孕 生下一子的样子 赵普觉得事情不太对头 他让欧阳少征 先将孟卿和徐孟瑶都关起来 众人转而问孟卿的爹 孟卿的爹 名字叫孟坦 他武功一般 是魔功的第二代 基本都从商 与原配夫人恩爱 育有子女多个 孟坦见众人看着自己 十分无奈 只好跪在殷侯面前认错 将当年的事情说了一遍 原来 孟坦的夫人 当年并没有怀孕 而是某一天 孟坦被他爹孟坤 叫到书房 跟他说 让他媳妇假装怀孕 魔功人很多 平时大家都住得很分散 孟坦的娘子 常年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因此很多人 都不是很清楚他的近况 于是孟坦 叫他夫人 假装已经有九个月 身孕的样子 等他分娩那日 獠牙王偷偷送来了 一个婴孩 交给孟坦 孟坦当时也很不解 不过孟坤只告诉他 这个孩子 是他一个故人的孩子 父母双亡十分可怜 因此他像孟坦一家 当亲骨肉一样养育的 魔功人多口杂 如果告诉众人 孩子是收养的 日后难免有人说出去 孩子可能就会追查 亲生父母身份 到时候免不了难过 不如就这么 当亲儿子养着 孟坦自然没意见 跟媳妇一商量 媳妇见孩子可爱 也点头答应 于是就有了这一查 夫妻俩和獠牙王 的确拿孟坤 当亲儿孙那么疼爱 甚至疼爱过 其他几个兄弟姐妹 你之前怎么不说 爹不让我说 众人也都没法怪他 刘牙王孟坤 几个儿子都很孝顺 自然是老爷子 说一不二的 这是 外头 欧阳少征回来了 金鼎教一众余孽 全部抓获 原来众人就藏身 在长州府的 一座布房之中 布房经常用锅染布 因此有大量的炉和顶 也没引起别人怀疑 欧阳少征 仔细搜查了一下布房 里边藏了大量的药物 一部分是类似 忘忧伞之类的药丸 另外就是灰色的石粉 因为不太明白药的毒性 欧阳少征不让人靠近 等公孙去检查之后再处理 等孟坤醒了 问问他究竟怎么回事 再去问孟卿比较好吧 天尊抱着胳膊 觉得这事有些复杂 然后问白玉堂要吃的 说肚子饿了 天尊 你想吃什么 要玉堂去买 你想吃什么 吃面 白玉堂点了点头 就去外头给天尊买面 他人刚走 天尊凑到展昭身边 我叫玉堂有新事啊 别说白玉堂有新事 展昭也有新事 展昭点头 将孟卿之前要白玉堂杀一人 而白玉堂约纳幕后人明日 胡心廷见面的事情说了 哦 那我们动手还早了 要是等到明天胡心廷动手 那幕后人指不定也抓到了 其实这个不是重点 我只是好奇 为什么这么多人 他偏偏要玉堂去杀人呢 有什么人是我们都杀不了 只有白玉堂才能杀的吗 众人也都摸着下巴 确实是有些奇怪 白玉堂走到门口 没走太远 到了对面的酒楼买面 伙计赶紧去准备 白玉堂就在门口等着 这时一个小孩突然跑了过来 看着就像是路边在玩的小朋友 叔叔 白玉堂低头 看那小孩 小孩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巷子 有个人说在那里等你 什么人啊 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的 小孩传完话就跑了 白玉堂看了看那条巷子走了过去 长州府街巷众多纵横交错 有些巷子还比较隐蔽 白玉堂走到巷子口 并没有看到里头有人 于是微微皱眉 往里走了些 转过一个弯 就见前方 斩抚后门的屋檐下 站着个黑衣人 打着一把黑色的雨伞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天范 怎么不高兴啊 我是宠了 啥 你也是宠了 我怎么不觉得 你看 赵赵现在出门都带谁 我家玉堂 嘿 非人的 哦 你吃小五的醋 我猜没有 可能 唉 导演 跟你商量个事 诶 云帆呀 你说 我多拉订阅分享 你给多多加点戏份 难得啊 没问题 那最近你就辛苦点 好 各位看官 我家多多的戏份 就靠你们了 好 哦 我家多多的戏份 这次 是